最近網路上有很多女明星、網紅、甚至是素人 都在分享她們自己在家DIY剪頭髮 那到底在家剪頭髮真的這麼簡單嗎? 大家可以試一下 千萬不要剪太短喔 不然又怪我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B級正方 相信大家最近應該都跟我一樣 什麼呢?就是頭髮長長了 那最近啊我身邊有蠻多朋友 都是在幫老公啊小孩啊 甚至自己修剪頭髮 那真的自己在家剪頭髮是真的可以嗎? 其實很多髮型師都說 如果你要在家剪頭髮 絕對不可以亂拿一支剪刀 就隨便亂剪 最重要的就是工具 就是這個剪刀 像我家就是有這個 是之前買幫小朋友剪頭髮的 是一個他們是非常銳利的剪刀 那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在家自己剪頭髮 不要拿那種剪紙啊 或者是剪一些雜物的剪刀來剪 他一定要鋒利的 這樣子一刀剪下去 頭髮比較不容易斷裂 那除了剪刀之外 你知道在家剪頭髮 還需要哪些工具嗎? 當自己剪頭髮 可以準備兩根夾子 或者那種鯊魚夾兩個小的 只要你家裡擁有的都可以 再來一個扁梳 尖尾梳也可以 就是比較密一點點的梳子 再來就是一把剪刀 剪頭髮的剪刀 再來就是水槍 如果家裡沒有水槍的話 可以準備一個可能小噴瓶 任何一個小噴瓶都可以 女生在家最常修剪的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瀏海 其實瀏海要重視它的長度 還有它跟兩側頭髮的銜接 以及之後好不好整理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妮蔻來教我們 她自己是怎麼修剪她自然型的瀏海呢? 哈囉,我要教大家如何剪瀏海 然後呢 我們首先 因為這一次我要剪的是一個 比較自然的瀏海到這裡 然後就是看起來是有精神的 因為疫情在家裡都綁起來 那我們第一個地方 我們就是分一個斜線 往眼珠子對上來 一瓶是正前方對上來 這是第一個地方 然後這樣輕輕的畫三角形 另外地方這樣子 好,這就是我的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那這就是我的頭髮瀏海最短的位置 角度不要太高喔 它會變有層次 那麼輕輕的含著 然後張力是平均 手不要 就是它的張力是要很平均喔 不然頭髮會不一樣長喔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 把它從左往右 從右往左都可以看你的 好,這邊長了一點點 我們再拉起來 那因為我頭髮比較直 所以我從長一點的間斷 它會有點炸炸的 我噴一點點水 然後等一下我再吹乾 或用一點點造型的方式去 它就會沒有這個問題 或洗完頭它就OK了 然後再來呢 這樣我們再拿它 拿一點點 可能零 一公分或零點五 再拉過來 一樣分斜的 我們就這樣 一樣抓起來 輕輕的喔 張力都是平均的喔 不能抬高角度喔 就是靠近你的額頭 然後換這邊 然後呢我要做銜接 就是畫一個弧形喔 剪刀不要剪到最裡面喔 這樣會把長度剪掉 我們這樣剪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 轉轉轉轉轉 這樣就會有一點點微微的層次 因為這邊這個位置 我們不需要它太規則 這樣會比較自然 然後長度呢 大概是在 腮棒子的位置 就可以修飾到你的臉型 然後這邊一樣放下來 然後一樣轉轉轉轉 隨便你亂轉 然後輕輕的 這樣含著 亂撿 就這樣亂撿 然後呢 我的這個病角 我要一點點 因為太長了 比較正確的位置 會修飾到臉型 大概就是在下巴 一樣張力 你就輕輕的這樣拉著就好了 不用拉太大力 然後剪斷 然後這樣太齊了對不對 我們在 家裡有打包刀 你可以稍微用打包刀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用剪刀這樣 稍微 尾巴把它剪碎這樣 我們可以再檢查一下 那些 修飾髮精線的地方 還夠不夠 然後再勾勾看 修剪瀏海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像我我們都會有這樣分的髮線 那如果你要修剪瀏海之前 一定要先把髮線弄模糊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洗頭 把頭洗一洗 然後呢 把所有瀏海都往前吹乾 讓髮線不見了 這樣才能夠好修剪瀏海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Christine 教我們如何修剪 中間短兩邊長的自然型瀏海呢 嗨 大家知道什麼時候該剪瀏海了嗎 就是像現在這樣 這已經是我兩個月沒有剪的長度 就是這樣長長短短的 然後又加上我長期使用離子夾 所以我的髮尾有很多小白點跟分叉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只要把髮尾的地方 自己在家修剪一下 就OK囉 我們要把瀏海吹乾 吹乾呢 是為了先矯正你的毛瀏 然後吹乾呢 也可以讓你剪完的頭髮 就是比較精準的 可以達到你想要的長度 首先呢 我們先把頭髮分出了一個小三角 這樣夾著 夾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很用力 不要很用力的拉扯 就是一個最輕鬆把它夾折的方式 這我是想要剪一個中間短兩邊長的瀏海 然後我們準備這種小剪刀 我們就可以用點剪的方式 去點剪我們的髮尾 是不是變鬥雞眼了 注意喔 中間剪短兩邊留長 你不要一下就把它剪平囉 剪完的時候我們可以先把它放開 看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長度 然後 因為我還會再用 那個 指板夾夾一下 所以 我的瀏海中間我就不會剪到太短 以免就是夾完的時候整個縮上去就會變很呆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兩邊的頭髮放下來 可以看一下長度 OK我剛才整理一下我的瀏海 是不是看起來好很多 有沒有直接年輕十歲 修剪完頭髮之後 其實 Nicole跟Christine他們也跟我推薦一些 他們髮型師在家推薦的一些髮品有什麼 你的頭皮 你頭皮一放鬆 你的肩頸跟你的睡眠什麼都會相對都有影響 就是它叫它Bio 然後呢 它是幫你的頭皮做排毒 它有兩劑 第一劑就是你洗錢 你就是把它用在你的頭皮上面 然後把它打開嘛 然後呢 用裝它的頭嘛 然後 像 你就 整個 整個 它是唇露 有 第一劑它是有五種唇露 跟十二種精油調配而成 然後味道非常好聞 然後呢 整個塗完之後 你用手去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你的頭皮 然後均勻的 幫你的頭皮做一個放鬆的按摩 你可以有這種比較按摩一點的梳紙 然後整個 從髮肌到後面這樣子 往後梳 後面也是 這樣子 然後幫自己來回來回的梳 然後它的第二劑 一樣有十二個 十二種精油 然後多了一種唇露 所以有總共六種唇露 夾在這裡面 用完之後 這個心情會很好 然後呢 它也有出一個洗髮精 在兩劑中間 你可以用它的那種 比較精油系列的洗髮精 幫自己做 身心靈的放鬆 在這家我覺得 最該擁有的髮品 應該就是 護髮油 跟 頭髮打底的東西 就是海鹽啊 蓬鬆的 因為我的頭髮很乾 所以我吹乾前 就是一定要先抹過髮油 護髮的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不喜歡定型的 定型的造型品 就是我會覺得它讓 我的頭髮看起來很硬 所以我覺得用 頭髮打底的海鹽 它會比較自然 然後也有支撐度 以上就是我介紹 Nicole跟Christine 教我們示範的一個 自然型的瀏海 應該要怎麼剪 以及注意事項 下一集呢 我會有進階版喔 會教你如何把頭髮 由長變短 還有就是 瀏海的進階版 就是怎麼樣子 剪出層次來 以及還有兩邊輪廓 要怎麼控制 非常的精彩 歡迎繼續收看喔 如果你還有什麼 其他頭髮 彩妝 保養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哪裡 新加 Identity 我們下個禮拜